哈囉,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桑宇 那天呢,看來超級的我 首映會的時候,很多朋友就想說 桑宇裡面有一個做煎蘋果子的東西 於是呢,我今天就想說今天來試試看 因為這是一個很地道的美食 然後我想要自己也嘗試一下 其實我本人也蠻愛吃的 所以我來挑戰一下怎麼做煎蘋果子 來囉! 本人第一次嘗試了 聽說一下,一勺半 好香喔 好香喔 蘿 好像有點東西喔 然後第二步是沙蘿 加個蛋 上次做菜還是在碰然行動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看碰然行動啊 特別好看喔 特別好看喔 我覺得這個煎蘋果子有點大 哇 我覺得我要成功了 我覺得我快失敗了 哇,要爆燥 放一些香菜 本人很愛吃的東西 我覺得可以翻個面子一下 完了完了完了 誰跟我講說不用加油的啊 不沾鍋 天啊 我個人覺得是要加油的 我剛才沒有加油 最精彩的地方來了 亂掉了 亂掉了 我不得不承認 他失敗了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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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是精華 那個什麼 什麼餅 完蛋 沾得一塌糊塗 到底是誰說可以不沾板 完美,我先去吃飯 我先去殺我的工作人員 拜拜 OK 剛剛呢,有個很大的問題 沒有加油 油喔 不要說太油 這樣不健康 就選你過來 這是有油的原因嗎 怎麼會這樣 他是沒得救的意思嗎 再給我一次機會 好麻煩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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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假裝沒看到 幫我補個CG是完美的好不好 好麻煩喔 真的假裝 真的假裝 就是賣相不太好看 但好吃是一樣好吃 上一個我已經吃完了 你看,這是我吃的聖渣 然後 我會把這個給我的夥伴們一起吃完 大致上 這是煎餅果子的教學過程 拍上面就好 下面你們看 這個 桑魚特製 煎餅果子 各位壞了嗎 完蛋 3 餅果子 這個 這邊 錄走 我也是 你呢 他